我和男朋友去露营 你好 可以帮忙点个火吗 立东 好久不见啊 结果遇到了他的前任 帮忙点个火吧 我想你女朋友应该不会介意吧 没事 你去吧 你等我一下啊 看到你们露营啊 这想起我们之前了 他为了照顾我 手忙脚乱的 但是笨笨的很可爱 不好意思啊 我好像不该说我们的过去 这有什么不该说的 啪都三十四了 没点过去啊 我才害怕呢 哎 你们这个鱿鱼还刷芥蒙呢 这还是我发明的 没想到现在还保留着 这原来是你发明的 嗯 太绝了 你怎么这么会吃啊 我还真的谢谢你 你栽树 我成凉 你是成凉了 可是你见到树的成长过程了吗 那是我们的美好回忆 是 但是 但是 我们有未来 弄完了 而且 我们两个现在才是一对 立东 下周我的画廊就开业了 你们一起去吧 好呀 算了 我跟立东 一定准时的 那你们先吃 我过去了 要不 别去了 不 去 我承认她是有几分姿色 但谁还不是个小仙女的呢 看我到时候 咽压她 里面挺 早知道她穿的这么老气横袖 我就不穿我这压箱里的裙子 哇 这个要 这个也要 慢点 别接着 他怎么这么不重要食物啊 这不就一堆颜料泼在一起的吗 我小学五年纪就有这水平 这幅画乍一看确实平平无奇 不过 苏富比拍卖行 曾经拍卖出了七千五百万的价格 我都要看看这片子是谁 这是纽约新崛起的艺术家 沙比特的作品 后现代技法的外壳下 隐藏着潜意识中诡异色彩的情怀 李总 你也来了啊 我和我女朋友一起来的 我给你们拍张照片吧 你们两个靠近一点 那个吃东西的 旁边吃去 我 她才是我女朋友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我以为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实在是太万配了 太像一对了 不要那样拿酒杯 要这样拿 这种场合呀 最好不要穿这个颜色的衣服 显得很廉价 还有 你抽空做做头发吧 看起来真的很毛躁 对了 你的绘画知识好像有所欠缺 你给我个例子 我送你几本 你们是可以穿情侣装 但看起来并不般配 是啊 我们是不般配 是我 配不上十七 今天晚上你是主角 不要老在外面待着 啊 小世杰 我常常觉得自己配不上你 我是个沉默寡言 有无趣的人 而你是那么的 勇敢 温柔 真诚 有一颗充满爱的心 你就像一束光 照进我的生命里 我真有你说的这么好吗 我是看遍了全世界 才选择的你 就算你不相信你自己 也要相信我吧 我选的 一定是最好的 你给了我太多太多的美好 我想用一生去守护你的美好 好 嫁给我 好吗 我愿意 我愿意 Sie 等等 你 Sungva 就是 可受的 就是 他 你 我 啊